大家好,我是Jason哥 今天我們的AI照浪者的節目 很高興邀請到我們江秀森江博士 然後呢他是任教於台中科技大學江教授 那我們先請江教授跟我們介紹一下 他的一些研究或者是他的一些課程的狀況 大家好,我是這個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自管系的江秀森老師 那我過去其實從事這個AI教學的工作也有十幾年的經驗了 那過去所有的研究也都跟資料分析還有AI有關 國際發表期刊大概有五十幾篇左右 謝謝大家 哇,五十幾篇,這是一個蠻長的歷程 那我們江教授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資料科學 還有人工智慧方面的這些主題的研究 那我知道江教授他有一些的研究主題是 蠻吸引我們的注意的 那是不是可以請你介紹一下你的腦波分析的相關的研究 其實腦波分析它就是其實是訊號處理的一種 那我們過去就是對腦的這個研究相對其他的研究比較少一點 那所以我就過去都花了蠻多時間在著重這一塊 那因為腦部現在的研究整個趨勢偏向 大概會偏向比較多在疾病的檢測、預防等等 跟腦部有關的一些異常 譬如說可能你早上起來頭暈、昏厥 或者是你甚至有一些認知功能的異常 譬如說可能對記憶力、學習力、思考、批判等等能力 這些都是跟腦功能有關係 那這幾年的國際研究大概都著重在這裡 那尤其是在這個腦波是跟這個癲癇的檢測是有最直接的相關 那記憶力相關的研究就是失智症 失智症、阿滋海默症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 那其他比較衍生出來的就是認知功能 譬如說專注力、壓力、學習、記憶力等等這些 那我比較有趣的研究是在專注力、壓力、跟睡眠品質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呢? 睡眠品質也可以 對因為就是做研究壓力很大 自己不好睡 就做了壓力 然後就發現現在這個誘惑很多 專注力不足就開始做專注力陽光的研究 然後開始老了也機力不好 就做記憶力研究 然後壓力很大睡不好 那就做這個睡眠品質的相關研究 那發現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有一個研究其實很有趣 就是我一直 因為我走進去研究室 我看到我的學生 他們都沒有很專注 對 然後我發現他們都在打電動或什麼的 我就有一個很好奇就是 到底他們做了這些分散注意力的動作之後 有沒有辦法再回來專注的做研究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調查 說他們最常做的分散注意力的研究是什麼 譬如說打電動 譬如說看YouTuber 然後譬如說逛網站購買東西 譬如說就是睡覺休息 那我就用了這四種活動發表了一篇研究 然後也刊登在國際期刊 很有趣 他在看paper的時候 他的專注力我們也把它量化了 大概70% 你是要裝那個腦波儀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把它量化之後 我們量化到0到100之間 那他在念書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不是那麼有興趣 專注力大概是70%左右 那當他轉移注意力去打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專注力就拉到100 然後他的壓力就下滑 他就很放鬆 下滑到非常低 這時候他就進入到一個 我們這個俗稱最專注的狀態 就是他很放鬆 但是他很專注在某一個情況下 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比較不容易受到周遭的干擾 然後呢 就這段時間之後呢 到這個電動結束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放鬆度一樣很好 就是壓力沒什麼壓力 但他的專注度會急速的下滑 這時候他就感覺到疲憊 玩完遊戲之後 他也開始覺得累 那他會不會回來 注意力道 他原本的這個有興趣的東西 沒有辦法 因為他已經很疲憊了 那這時候會有兩種情況 跟睡眠品質有關 一個就是他打電動的情況是 贏 還是打電動的話是輸 如果他打電動的話 他去睡覺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一個 跟那個做噩夢的這種 腦波的波形 叫仿錘波 就會產生這種波 就是他睡不好 他會一直去 把這個印象 留在他的腦海中 那如果他打得很好 他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 他去睡覺 他就得到一個 比較高的睡眠品質 所以後來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 因為每個人是體質不一樣 我們發現女生呢 並不是在打電動這個狀況 有這樣的研究 女生是在看那個 愛情電影 如果是這個 男主角很帥 很帥 對 然後歐巴很帥的時候 對 他就會有相同的專注力 跟放鬆程度 OK 那如果這個戲劇 最後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他就會有一個很好的 睡眠品質 睡眠品質 所以結論就是 每個人不一樣 就是如果你在睡眠的前一個動作 你做了一件事情 讓你滿足 也許有些人是喝牛奶 讓自己覺得很舒服 或者是有些運動 或者是你讓做一件事情 讓你覺得身心覺得很滿足 平衡 然後這時候 沒有其他的外力 或外在的事件去干擾你的 這個腦部 譬如說 突然有一個電話打進來說 發生了車禍 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去干擾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個 很好的睡眠品質 所以就是說 可能你睡眠不好的時候 也許你就是在睡前做一些 讓你自己會覺得 比較滿足 有幸福感的活動 然後盡量避免有其他的干擾進來 放下一些干擾 那你會比較容易得到好的睡眠品質 哇 我覺得這個研究實在是很有意義 因為我覺得現代人 可能這個生活上的壓力很大 然後睡眠的品質 常常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我們江老師跟他的建議 其實非常的好 我覺得就是睡眠 睡覺前做一些讓你放鬆 專注的活動 會讓你覺得心情好 就會睡得比較好 有幸福感 滿足感 蠻有趣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 因為很多學生也是有這個 注意力 可能專注力比較差的情況 那剛剛是一種偵測 對對對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幫助他們來提升 比如說聽音樂來讀書 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這個我也有做過研究 其實這些都是跟那個腦播相關 就是你必須找到一個他有興趣的 為什麼現在的那個學生的注意力 比較不容易集中就是 因為太多誘惑 他很容易分散注意力 因為網路太多誘惑 他很容易分散注意力 那分散注意力 就是他的注意力的取向跟面向 他集中到那個地方 那你原本集中的書 比如說書本 那就不會有這麼高的注意力 對 注意力又跟你的記憶力有關 你的工作記憶要同時結合注意力 你才能夠將你的短期記憶轉換成長期記憶 所以你才能夠在學習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高的效果 所以那你如果要提高學習的這個質量 那你就第一個要降低干擾 你要找到你可能會 比這個書本更有高更高注意力的東西 你可能要避免 然後你要找到 譬如說有些人是音樂 有些人是 有些人像我去訪問我場餐會的學生 有些人他有一些小物品 就是捏的小物 他就捏一捏之後 他就可以比較專注 或者是你聽一些音樂之後 比較專注 你要找到一個你的準備動作 進入一個專注狀況的準備動作 然後你進去之後 你就會比較能夠 進入這個專注學習狀態 那就會比較好學習效果 那我再補充一點就是 除了避免干擾以外 現在的學生 不容易有持續專注 就是他這個東西 如果他不是那麼有興趣 他專注一段時間之後 他不容易一直延續 不容易一直延續 像我們就會靠轉移一個注意力 來提升我們專注 譬如說右邊這個打電動 或者是什麼東西 能夠幫助我們比較集中 因為我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看一下集中一下 那不要太久 不要太久 你的時間不要太久 因為你的專注在集中之後 就要再轉回來 如果你太久 你的持續專注力就會被右邊 這個很吸引你的引誘事物拉走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學生 有個學習習慣就是 他轉過去的時候又再轉回來 轉過去的時候再轉回來 這就是現在整個網路時代 或者行動時代 學生他們學習的方式 那當然最好還是就是避免干擾 持續專注 然後像我剛才講的 進入一個放鬆的專注學習狀態 其實學習效率是最好的 是是是 我也有做過這個音樂 我有做過一個APP 它就是 你聽什麼音樂的時候 你專注力會提升 我們就自動幫你篩選歌單 OK 這什麼Alpha腦波 或是Beta腦波之類的 對 Beta是幫助你注意的 思考都是Beta不會比較顯著 好 那你就 你就是 他會幫你選這個歌單 有些每個人適合不一樣 有些人就喜歡聽Rock 嗯 就很吵他就很專注 對 就是其實 好像說到我了 哈哈 我其實很吵我就很專注 每個人不一樣 真的是 還是有這個個人的差異 是是是 哇 這個這個研究 這個腦波研究 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要知道自己的 適合的模式 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教老師這個經驗 他研究的成果 給我們這些想法 那我覺得 像我們很多的 朋友 他們是屬於學生 或是上班族 那那個專注力 其實對他們來講 每個人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對對確實是 有時候 你也是可以依靠一些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 長期專注 你就要依靠一些 分散注意力 去提升你的專注 但是不能太久 短暫的暫停一下再回來 好像現在的學生學習方式 比很多都是這樣子 對 太久就宣兵奪主 對 去做那個活動 然後後來就 就回不來了 就回不來了 就累了 累了 對 就那個疲憊度就會 但是因為你放鬆又專注 你的吸收是好的 是 對 所以他可能去看那個久了 比如說他對那個 NBA 或者什麼 他的吸收 或者是人家在打電玩 他的吸收程度是非常高的 因為他很專注又很放鬆 只是說他的注意力 被那個東西拉走了 是 那如何轉換到學習上 其實是要很多的 因人而異 對 對 我看到比較有效果 就是準備動作 準備動作 還有一個就是 每個學生要有他的自我規範 就是他 自律 對 對他對他自己 有更高層級的精神層次去覺得 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重要 嗯 對 那我要做完這個東西 才能做這個東西 是 對 所以 樹立這個 小孩子或學生的這個自我規範 其實是蠻重要 是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江老師的研究真的是 很貼近我們的生活跟學習或是工作 那我覺得我們就可以多多的思考 把那個 剛剛我們江教授所分享的這些 就是轉換的這種形式 然後避免干擾 然後你如果是 做一些你覺得會讓你提升專注力的活動之後 記得回來 不要去做太多的其他的活動 那我想這樣子的話 應該對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幫助 這個腦波的研究 因為我之前看了我們江教授的一些研究主題 我對腦波這個研究非常的有興趣 那因為我最近看了一些報道 有說到那個馬斯克 是 他做了很多腦波或是腦部的相關的研究 是 然後他好像很期望可以做到 是人腦的跟這些晶片的這些結合 是 江教授不知道對這方面有沒有什麼了解 其實這是 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是 只是說我們現在對腦波或是腦的這個 秘密的地方還探尋的太少 我一直覺得就是其實 就是譬如說有種念力 或者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 某一種波形的特徵 那我們把它能夠 轉換成文字 我舉個簡單例子 譬如說我一直在冥想 我這個字 那它也是 腦波其實跟聲音一樣 它都是頻率 頻率跟這個 波形 頻率跟波形 那如果我們能夠針對這個文字的波形 能夠找到足以證明的特徵 然後我們收集 就是又回到AI了 收集足夠大量的資料跟樣本 跟克服每個人的差異性 那它就可以轉換成 從意念轉換成文字 那當然複雜度很高 那中文字可能有十幾萬 有數十萬字 如果都能夠轉換成功的話 那你就會從波形轉換成文字 那從文字現階段 文字轉聲音已經 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 那其實這也是經過了 好幾十年的發展 從聲音的震動跟波紋跟頻率 去轉換成每一個文字 那如果我們能夠探索 波形頻率政府 然後對應到每一個字 那也許我們就會產生出一種 這個念力 我們透過念力透過無線網路 我們就可以控制機器手臂 這是指日可待的感覺 或者是 或者是說我們通腦鍋 我們也許因為 可能有些人他腦病沒有死 也許他能夠透過腦 他只是不能夠說話 也許透過腦去對話 因為我們只要發聲就好了 他想讓我們截取到他的波 戴著腦波帽 然後透過一個這個 文字轉聲音的服務 他也許他就能夠說出他想要什麼 也許 只要你可以偵測到他的那些 腦波的訊號 對的特徵 然後就可以把它轉換成 語音或者是文字的型態 對也許可能還要在一個 有人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要收集足夠龐大的資料 也許可能要在個五六十年也不一定 我不確定 因為 QRGBT的產生也是龐大的資料 然後 很多 有一群人收集很多資料去做這件事 他去把所有的文字做組合 然後做生成 根據你的問題就是做生成 那如果有人收集足夠多的腦波特徵資料 去對應到文字的話 我相信平線階段的技術是做得到 只是說我們沒有這麼龐大的資料跟對應 是 我感覺是指日可待的感覺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朋友 他有一些肢體上的障礙 所以他的腦波還是很正常 如果說這個技術可以突破的話 那也可以把我們的一些意念可以傳達出來 讓他能夠有更好的這種 跟外界互動的方式 我覺得有機會 就像那個變種人那個博士 透過很強大的腦波去 腦波 因為他也是身體是不方便的 那我們以後是不是都要帶一個 強化腦波的那種設備出門 強化腦波的設備 現在就是 因為現在穿帶式裝置 在腦波這個穿帶式裝置 其實是非常不方便 還不夠到非常的便利 所以他其實做這個研究 去收集資料是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現在在針對腦的 這些生理參數的收集 譬如說你要做睡眠品質的這個檢查 你去睡眠中心睡一晚 他會用所有的生理裝置 包含你的整個ECG EMG 還有EEG這些所有的參數 他都會幫你收集 那如果我們自己收集的話 我們帶著他會睡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現在的 穿帶式裝置的技術 還可以再提升 對對對 所以像現在大概就只有ECG 比較容易收集 對 比如說就像那個 手環 對 手環或者是Apple Watch ECG他可能會是一個比較 就是心電圖 他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容易收集的 這個資料方式 是 好 這個真的非常有趣 那那個我們江教授 他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主題 另外一個我很有興趣 就是有關於智慧交通 因為在很多的大都會裡面 其實交通上的便利與否 那我們會透過一些方式 去讓他更加的通暢 對 那智慧交通這塊研究 因為他的數據量很大 其實也蠻適合用這個數據處理 還有這個AI的方式 來做一些改善 這個智慧交通的數據量 真的非常的龐大 那他現在比較盛行的應用都在於 第一個就是像現在Google的那一個 比如說你現在預測國道 是不是有篩車 篩車 對 這個就是旅行時間預測 就是最主要是在做這個 你篩車量的預測 對 那我之前 承接交通部一個計畫 就是也是做這個相關的 那我們的資料來源是e-tag 整條國道上面所有的e-tag的資料量 非常大量 非常大量 那個資料的處理非常的複雜 然後你必須要在 而且從實驗室到實務上去整個實現 有非常多的困難要去克服 那你的即時運算時間不能夠太長 你的硬體設備要足夠的 還有網路速度都要足夠的快速 你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因為其實用路人他其實馬上就想要知道現在的即時狀況 所以基本上我們所有的資料量收集運算到出來 五分鐘內要更新一次 五分鐘內要更新一次 所以你整個運算 整個都要非常快速 尤其是廉價的時候 那個資料量進來有可能一天之內 有機會都到破億筆 破億筆 那我們那個智慧交通的那個偵測 如果說我一台車從台北開到高雄 然後他是沿路上他都在做偵測嗎 然後他的間隔大概是怎麼樣 對他都沿路上在做偵測 那我們間隔就是一個e-tag到下個e-tag之間 這個之間我們就會做同時檢測 那怎麼去計算這個中間路段的時間 就是以中間通過這兩個e-tag砸的這個車速 然後扣掉一些outlier的這個車子 然後取我們認為合格車速範圍內的這些車子 然後去取他的中位速 避免受到平均速 受到一些outlier的影響 取中位速做為這一個 這一段距離的平均車速 再用這個平均車速去推導他的時間這樣子 對 那去預估說那他經過這一段 那到到達這個總共有這麼多個車段 每一個閘我們都有預測時間了嘛 那整個連接加起來之後 他從台北到高雄他總共需要預計大概花多少時間 那會一直更新 持續更新 那因為他可能平均車速會一直改變 一直改變 那就是每五分鐘更新一次這樣子 那我很好奇一點 就是說我們知道這個數據處理 你可以把一些outlier給去除掉 那以這個實務上來講的話 到底他那個outlier的比例 大概是你們是會怎麼抓 我們會取一個合理的range 你如果譬如說你的車速超過120 可能在高速高速可能就不合理 或者是你低於0可能就是不合理 對 不合理那 低於0真的還蠻特殊的 就是他有可能發生車禍 OK 然後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突發事件 你就有可能產生這些事情 是是是 對 就是一定是突發事件 對有可能是突發事件 那車翻車禍 那你整個堵車這個都要再重新計算 對 所以這個你要試各種不同的情況 然後去做一個評估 那目前發生到突發事件的時候 其實預測失準率會非常的高 因為這個事件我們不可預期 對 不可預期 然後而且你也不能 你必須還要再預測說 你這個事件的處理時間要多久 嗯 你才有可能就是造成 擁設的時間要多久 你才有可能重新去計算 所以這個突發事件的話 發生後我們就比較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比較準確的推估 所以後來我們也有衍生出 就是擁設時間跟處理時間的這個預測 對 就是說你大概什麼樣類型的事件 比如說你有在車道上有散落物 對 或者是你發生什麼樣類型的車禍 然後你擴及了多少車道 把這些變數都整進來 然後去預測說 好你過去這些歷史資料 你發生這個相同類型的這些事件的處理時間有多久 對 那就納入這個考量之後再去重新預測 對 所以 那我們應該有做那個往回推測 就是說我們這個系統這樣運作下來 它的正確率大概是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水準 如果說其實廉價其實比較不可預測 比較不可預測 那如果是正常平均不是假日的時候 我們的MAE跟這個MAE MAE大概可以壓在10到15分鐘之內 10到15分鐘之內 無差範圍 然後MAPE大概我們也壓在在20%的比例以下 對20%的比例以下 那雖然是考慮到蠻多的狀況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已經接近預測 你是預測的 那其實 現階段很多的時候是即時檢測 對 即時檢測是像 Google他們就是即時檢測 它是 因為你有在用Google導航 它會去 它是衛星定位直接收取資料 對 所以它一定是比較精準的 嗯 那預測有預測的 好處跟檢測有檢測好處 檢測的話是即時的話是比較精準的 對 那你預測的話 你可以事先做一些防範的措施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你如果預測的精準廉價 那可能會 塞多久 塞多久 那我們預先的疏導措施 應該要做哪些 疏運的措施 我們是不是要開放路間 或者是 是不是要車道封閉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我們找到的管制 這些就是可能在假日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做預測 可能 譬如說現在要發九天連假 那你可能在第一天連假的時候 可能會 會怎麼樣 那如果你做了車道管制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這個是預測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些事先的防範措施 或處理措施 那即時檢測就是可以 在當下比較能夠做精準 所以其實它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短期的預測 就是即時檢測 一個是長時間的預測 可以預先做交通措施的處理 OK 這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我可能Google導航 它預測 應該說它也是有預測到目的利益的時間 可是你會發現你開了半小時 就時間 到達時間並沒有減少 因為它是檢測當下的即時的狀態 可能在我開車的過程之中 它越來越塞 越來越塞 所以呢你的到達時間 是一直維持在那邊 你開了一個小時還是沒什麼減少 但是預測你會考量到很多的狀況 然後從歷史經驗 然後各種突發狀況 的一種預測的結果 我想各自扮演一些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 對不同的用途 不同的用途 但其實它要準 因為其實交通路況 這個改變的變化才太大了 所以它的更新頻率如果高的話 其實是能夠比較能夠抓到當場的情況 隨時一直更新 那其實這也是要靠硬體的速度去支援 對 硬體的速度去支援 所以你有用到很厲害的硬體來做計程 對 所以NVIDIA的股價一直漲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深層市AI創新學院 就是會持續的跟我們這個產業界 或是學術界 或是關公部門的這些優秀的領導人物來對談 希望說我們可以找出一些好的建議 給我們的年輕人 然後給這個工作者或是學生 希望說我們整個台灣未來 在這個人工智慧的發展上 越來越好的一個發展的契機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江教授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